今年母親節就是跟孩子跟媽媽過 因為這一年來我要感謝我媽媽在台北陪伴我 然後我就跟小孩講說 今年你要寫兩個卡片 一個給我 因為每一年我都會要求小孩給我寫婚姓的卡片 然後也要寫給婆婆 我覺得真的有媽媽真好 那你會送什麼給媽媽 大紅包嗎 張學友的演唱會票 跳籃球我棒不棒 然後我媽那時候說 那個因為我媽媽是追星主 你們都不知道這個事情 張學友的那個票 因為六月我就要飛美國了 你到底有沒有跟我弄到六月初的啊 然後我想說我好像有六月十六號 我六月初我已經飛了 我就知道這個意思 我就趕快再打電話看誰可以跟我換 就是早一點他可以去的那個場子 然後我說好了好了我弄到兩張了這樣子 他說哦那就好 然後前兩天我說 那邊Energy啊 我說Energy的家長你也要去 我說Energy 他說我很年輕的 我說Energy人家家長是七月中吧 你已經飛美國了 他說哦那我看他這些戲劇有活動 我說人家簽名簽到早上三點 你也要去嗎 你也要十六噸嗎 我說Please 別再搞了 劉媽媽很可愛 所以最近是 你聽你哭的嗎 過去的 我會很感動啊 他們就是那種 會寫那種 媽媽謝謝你 在我生命中 這麼支持我 我什麼都可以跟你講 然後因為他們現在青少年 就是青春期嘛 所以他們會講說雖然你很煩 Sometimes so annoying 但是我們還是love you 有的時候我覺得跟小孩相處 要像朋友 要像閨蜜 當他跟你講一些 小少女情懷的小故事的時候 要像閨蜜 但是還是要不是媽媽 他想要問你有沒有性格 我沒有性格 張瑞正 說氣 我沒有辦法 我給淚都流出來了 我們半天 半天下一題 下一題 下一題 那現在官司的進度 我跟你講這個真的 從我上次看到你 還沒有新進度 如果有的話 你要跟我講 很久了 因為畢竟 前兩次的一些進度 都是看媒體 我才知道的 所以我也要靠你們 如果有什麼新聞的話 跟我講 但是就我的立場 對我而言 因為我的這個 身分證的配偶來 已經空白一年多了 所以這個就翻偏了 那我們現在就是 往前走 往前看 不再看回頭 因為現在的人生 你知道 一個女人到這個階段 有前半身跟後半身 後半身能走多久都不知道了 我們還一直浪費時間看回頭事情 往前走 好好生活 好好工作 好好照顧孩子 好好愛自己 好 心情 我們不去打擾他 問這些比較好 他有回 他有回 去寄給你 我有關心他 好啦 你們到這個問 你們到這個地方 我們再見 我們再見 ank